这海螺大大了可大了那么大一桶 看还有那个海栗子这么多 看这个海军公园地方 海军公园的话呢外围是沙滩为主 然后有部分是礁石 所以那个地方海货吧比较厚 这个吧有这个云民养殖那个嘎啦 大风大乱过后以后呢 它这个底下的涌很大 所以就把一些这个海鲜 全部给逛上来了 它九点一退潮 很多本地人全都到海边去捡海鲜 收获的海鲜的话主要是一些贝类为主 最近三两年吧 海军公园每一年都会发海两次左右 都是大风过后 然后基本上有一场的话是专门的海栗子 差不多刮上来有十万斤的海栗子 还有一场的话是刮上来的嘎啦 那个嘎啦的话也得有个一二十万斤